過去為立法院做了什麼 未來要做什麼 麻煩你在五分鐘之內結束 好 謝謝主席給我機會 那後來呢 他就講說 法制面的部分是因為 我們的組織法就是定成立法院組織法 跟各委員會組織法 那基於法律的規定呢 我們當然就是要比較保守的方式 就是要儘量是在院會的一個層級 不過因為昨天委員會 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決議 根據大法官342號的解釋 因為立法院組織法跟各委員會組織法 都是我們最高民意機關的議事規範 那議事規範如果有委員做出決議的話 就可以做相當的一個變通 所以我們很感謝招委跟委員會 能夠做出昨天這樣的決議 幫我們這個過去 從過去局長立來的這一個習慣 這個做法把它破除 所以我們法治局將來就是可以到列席委員會 去提供我們一個法治的意見 然後讓我們的專業國會 能夠有一個更有表現的機會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委員的支持 將來也會非常努力做 那至於剛剛招委所垂詢的就是說 我們目前法治局的定位跟未來的功能如何擴展 就如同這個我們目前各國也都是一樣 比方說日本議院也有法治局 那美國的國會圖書館呢 也有相關的這個法治諮詢的一個幕僚單位 那從各國的一個一般比較的話 他們的一個研究幕僚的輔助單位呢 基本上是有分成兩種制度 一種是分散制 比方說像日本 它就分散在各委員會 或者是議院自己配置的法治局 或者是像美國它是統一的 放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 比方說像CRS或是LCO之類的 那他們的工作人力的配置 像日本的部分呢 它參眾兩院加起來呢 也有差不多150人到160人 那美國的部分因為它國土更大 它的CRS呢就有八九百人 那LCO的部分呢 差不多也有八九十人 那目前我們局裡面呢 配置的人力呢是47個 那過去呢 因為我們法治局礙於組織法的規定 我們是偏向於比較靜態的研究 也就是說我們會寫一些評估報告 來給委員作為審查法案跟問政的參考 那另外就是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比方說各黨團黨邊有所垂巡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提出相關的一個法治的意見 那在這兩種情形之下 我們變成就比較少到委員會來列席的一個現狀 就是很高興就是昨天已經做了這樣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秘書長呢 昨天特別期許我們法治局要更加努力 然後呢跟委員一起來努力塑造我們一個專業國會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今天就是也很高興就是要謝謝招委 給我們這樣一個機會做說明 那如果說還有不足的地方 那再請各位委員呢不令指教 我們都會虛心接受 非常的加油努力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局長請留步 我認為你其實這個專案報告你沒有認真準備 我坦白說你沒有認真準備 那我很生氣 我昨天發了那麼大的脾氣之後 你為什麼原因請假 你家裡的事情我們很同情 但是那絕對不是報告的重點 昨天我們委員會的主任秘書跟我講了兩次 請你來的時候說因為你在開另外一個會 你現在告訴我們說你家裡有事 昨天送到主席台的架條也是因為家中有事 我不曉得你們哪一個你們兩位哪一個騙我 你們自己去找一個自己找自己想辦法對我負責 是在開另外一個會還是家中有事 我請問你你什麼時候請假的 不奧委員我今天才補假單 今天再次正式向人事處補假單 但是昨天的話呢 你是請休假嘛對不對 對對對 你們兩位去商量清楚 我昨天聽到的理由跟送到我桌上的架條理由是不一樣的 你請回 謝謝 謝謝莎委 好 我們現在請提案委員 鄭運鵬委員來做提案說明 麻煩請間斷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首長大家早 那想請是趙偉 是不是那個想請主席 是不是我可以把兩個案子一併說明 所有的提案都一次說明好不好 OK沒問題 好那今天很感謝國委委員會 那有審查了那個我們的兩個提案 那第一個是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四條條文的修正案 那第六屆我曾經擔任過立委 那那個時候的程序委員會 我相信應該在座的前輩應該都有經歷過 那所以那個時候程序委員會像是民進黨執政了 那經過本辦公室的統計 我會獨不得 看一個按鍵 為什麼